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常布宁 看到我就想到体坛观测站 因为我每天在体坛观测站 陪同您关心世界体坛的大小事 不过今天我们的单元是健康观测站 健康观测站 龙是为力好 从现在开始我也要在健康观测站 陪同您关心健康的大小事 今天是我们的第一集播出 在第一集我们就要跟你一起来谈谈 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就是水 水其实是构成人体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当然水也覆盖了地球大部分的面积 同时水也是我们细胞组成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 水既然这么重要 第一集来谈水我觉得再适合也不过了 不过由我来谈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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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不行 当然提起这么重要的元素 我们要请专家来谈 今天在第一集的节目当中 我们为您邀请到陈杰文医师来接受我们的专访 我们一起听听陈医师怎么说 体内啊水分占了六成到七成左右 可是维持生命的基础哦 那其他总归来讲有九大的好处 第一个特别是跟我们排便有很重要的息息相关 因为水分如果喝不够的话 其实对我们的肠道会不够滋润 排便就容易比较困难 甚至于说喝水不足的话 有时候分辨就会比较硬比较不好排 它对我们的免疫力也会受到影响哦 第二的话当然跟我们的大脑也会有息息相关 因为我们血液当中有九成都是水分 所以如果里面的水分不足的话 有可能会帮助我们的氧气或是其他的氧分 没办法全身循环甚至到大脑那边去 这样很容易会造成你的专注力 记忆力甚至你的情绪也会有些起伏不定哦 所以水分记得要补充 特别是累的时候 那当然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新陈代谢 水分如果不足的话 其实对我们体内的一些循环 不只是一些毒素的排除 还有我们脂肪代谢 水分当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如果说想到新陈代谢好 水分的补充很重要 那等到新陈代谢好 当然就会跟我们的肥胖控制有息息相关 所以有听过 肥胖其实比如说水分喝得够 体重也会比较好控制 那其实肥胖的相关一些并发症呢 跟我们的血管也有息息相关 水分喝得够 其实也会对我们的血管更健康哦 特别是我们血管当中啊 那些血液占了九成是水分 如果说本身血液比较粘稠 或是说水分不够的时候 有益会造成血栓 或是其他新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提高 那水分其实不足 大家应该也会想到 其实跟我们的蜜尿道感染 也会息息相关 特别是如果水分喝不足的话 跟我们的尿道那些细菌呢 可能没办法有效排除 很容易会造成蜜尿道的感染 所以喝水跟不要憋尿 大家生活当中都要特别注意的 那还有就是跟我们的身体调节 体温也有关系 有些人会觉得说 喝水跟体温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体温当中的调节啊 水分可以帮我们维持 身体体内的热量的平衡 不是只有喝水 或是我们排泄出来 其实跟我们排汗 或是跟我们的那些呼吸 也会帮助我们有效 把体内的一些 有必要的物质 可以把它顺利的排出来 那当然其实还有一个重点 有没有发现说水喝的不够 有时候关节会觉得卡卡的呢 因为关节当中呢 那个关节液 都是跟我们水分有息息相关 特别是水分喝的不够的话 关节可能会卡卡比较不舒服 大家其实都很关注到皮肤的状况 其实喝水也可以帮忙养肤哦 特别是有没有发现 你水分喝的不够 细纹啊 或是皮肤比较Q弹 这样的状况的话 其实你多喝水 你就会发现皮肤改善很多 这样也会显得年轻 所以以上呢 九大好处呢 都希望可以让大家谨记 喝水非常重要 经由专家的解说 我们知道 喝水的好处真的非常的多 每种水所含的营养成分 和矿物质都不太一样 到底喝哪一种水好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 认识不同的水开始 第一种水呢 就是矿泉水 矿泉水是从地下深处 或平地涌出 经过人工揭露的 未受污染的泉水 含有较多种类的矿物质 可提供人体一些 常虚的微量元素 第二种水是过滤水 自来水经过浸水器中 各式滤芯过滤后 产生的饮用水 是不同的过滤设备 产生的水 分为可生饮 及不可生饮 第三种水是纯水 纯净水不含矿物质 所以纯水只能补充 人体的水 纯水又分为 蒸溜水 以及RO逆渗透水 先来看看蒸溜水 将水用高温煮沸 蒸发后变成水蒸气 再经冷却凝聚成水 就是所谓的蒸溜水 第二种是RO逆渗透水 这种水就比较专业了 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处理水的专家 来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说明 RO逆渗透浸热指引机 那我们可以随时监测的TDS值 什么是TDS值啊 TDS是水中的肿溶解固体含量 它可以评断水值的好坏 对 水里面有非常多的矿物质 重金属 对 但你不知道它是好是坏 你都喝小毒 所以我们都是会 推荐建议 用RO逆深头去做 95%以上的过滤 那像主妇啊 或者是长辈 需要泡咖啡 然后泡茶 或者是运动者需要大量的喝水 然后也可能忙碌中 会忘记关火 有危险的问题存在 经由专家的说明 我们知道 饮用水有不同的种类以及差异 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用水 是不是也有所不同呢 平常我们洗手 洗碗 洗澡 洗衣服等等 一天的用水当中 有98%都是属于生活用水 而生活用水 也可以分成软水 以及硬水 软水和硬水怎么区分呢 依据水里头有可溶性钙 煤 铁 等矿物质 再依据矿物质含量的多寡 我们会将水区分为硬水 与软水 依据世界卫生组织WHO 所公布的硬水与软水的基准 主要是计算一公升水中 矿物质 钙和煤的总量 而大自然的水呢 会流进许多的土壤以及岩石 许多矿物质也因此被带入其中 因此自然环境当中的河水 海水 溪水 湖水等等 大多属于硬水 而雨水与雪水则是由于经过蒸八之后所形成的 当中的矿物质含量较低 通常是属于软水的 再来看看全台湾各地区的软硬水 硬水的不但口感不佳 而且容易堆积沉淀造成白色的水垢 让清洁变得相当的困难 堆积在电气管路内会使水压减少 久了之后还会影响电气上面的安全 看来硬水除了口感不佳之外还容易造成水垢 更严重的还有可能影响到使用电气上面的安全 那么硬水到底有没有可能变成软水呢 我们再次来请教处理水的专家Alan 请他来为我们做个说明 水的用途其实分两种 一种是生活用水再来是饮用水 那生活用水其实没有饮用水来的要求这么高 但我们追求的是生活品质 那像韩国人他们每户都有加装软水机 所以他们对软水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对他们皮肤非常好 加装软水机我们是要把水中的钙煤离子拿掉 不要让那些有坏物质去侵蚀我们的皮肤 让它没办法去做保湿 对去破坏脚支撑 在台湾的软硬水之后 其实现在时序已经进入冬天了 家家户户都要用热水来洗澡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洗碗洗手都会使用到热水 因此热水器的安全性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了 根据消防署统计今年截至11月21号为止 一共发生17件一氧化碳的中毒事件 造成了3人死亡43人送医 而每年的12月至隔年的2月为一氧化碳中毒的高峰期 为了避免旱事如何安装一个安全的热水器呢 那这一点我们还是要请教处理水的专家Alan 安全的部分我们做了一氧化碳侦测器 它除了可以紧抱以外 然后我们可以联控热水器将现场多余的一氧化碳抽走 一般市售的交换器都是同材质 它常会因为热水器在加热热水时会产生水器 那容易造成腐蚀侵蚀然后甚至破痛 那不锈钢解决了这个困扰 今天在健康观测站的最后 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而且省钱又节能的产品资讯 要分享给大家 这个产品在美国其实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 在那台湾却非常的少见 这个产品的名称叫做热泵热水器 第一次听到热泵热水器 您可能跟我一样有一头雾水的感觉 到底热泵热水是什么呢 没关系Alan知道了 我们听听Alan怎么说 这么大的一个热水器 请问它是家用的还是商用的 是家用型的热水器 家里面装这么大的热水器 我还第一次看到 是不是可以请Alan帮我们介绍一下 像这种除热型的热水器呢 水相是极为重要的 那像这种热泵热水器 它的现在越来越多人装是一个趋势 对它是一个绿冷的产品 以费用来说的话 像热泵热水器它的花费只需要一块钱 那天然气瓦斯需要花到三块 那电热水器是需要花到四块 桶装瓦斯是需要花到五块钱的 是非常省电省荷包 确实是非常省耶 今天非常谢谢Alan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有关于喝好水用好水 以及家用热水器的安全方面的问题 真的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那所有的观众朋友 那我们在这边要先稍微进一段广告 待会请您继续留在体坛观测站